近日美国媒体国家利益报道 中国将打造核动力航空母舰 中国的第一种核动力航空母舰 很可能接近十万吨级 与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的吨位几乎没有差别 报道指出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拥有一支一流的海军 而航空母舰是重中之重 而且要求自身的航空母舰编队 有能力在海上长时间停留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否会为其航空母舰 研制核动力系统 这成为中国打造两艘航空母舰之后 外界极为关注的后续中国航空母舰的观念性问题 据若干报道证实 中国的航空母舰发展计划 已经在吨位8万吨的范围内 建造了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解密舰 也就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那是一艘常规航空母舰 考虑到中国军工造船业发展的速度的迅猛 为下一代航空母舰考虑核能动力系统 显然有重大意义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建造多少艘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尽管一次性建造较多的同类舰艇 并不符合中国海军舰艇发展推崇的小步快跑 多批次连续少量改进进而获得质变的特点 目前来看中国航空母舰计划需要两艘辽宁号级别的常规航空母舰有一定道理 而在第一艘自行设计航空母舰上 可以推断很可能运用了弹射器辅助起飞 拦阻降落的技术 这比中国前两艘航空母舰有着明显不同 此前一些报道暗示 中国将在自身第四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第三艘国产航空母舰上实现核动力的突破 尽管这一未来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很大程度可能仍然在绘图板上 但它代表了中国真正在航空母舰事业的根本性空白 彻底摆脱模仿他国航空母舰的局限 一些专家相信 这一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预计将有11万吨的满载排水量 这将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世界上的第一种能够与美国最大最强的尼米兹级超级航空母舰相抗衡的作战平台 虽然目前还没有对这种船的详细信息 但这种大小的船搭配核动力航速可能可以达到30节 并能携带超过70架飞机 这些指标都很类似于美国的尼米兹级或杰拉尔德福特级 毫无疑问 从两到三艘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上获得的经验 必然将反馈到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设计 和建造过程中 以生产更高效更有效的作战平台 从战略角度看 中国的海上交通干线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 尤其是在后者 中国在地理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非常需要能够远航几千上万公里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战队群 去震慑潜在的敌对外国势力 在我军不断下水的055大型驱逐舰 052D驱逐舰和093核攻击潜艇的保护下 我国全新的航空母舰将成为航母特遣编队的核心 其整体战斗力甚至可能比西方海军更加强大 正如美国海军的经验所表明的 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 是极其灵活的作战平台 能够机动部署 为超出预期状况的各种远征行动 打造一个核心的 几乎不依赖外界燃油供应的海空作战平台 这将为中国解决自身面对的安全担忧 提供一个可靠的工具